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7号星期三 我们又跑拉斯利加斯来浪了 然后我们前两次都住在Customer Polyton 这次来了还是住在这 还是住在这个酒店 还真挺喜欢的 酒店真不错 我们在住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来办事 他住这轻车熟路了 都特别熟 然后就是特别省心 特别方便 然后我开车也对他也比较熟了 然后在哪停车也特别方便找了 所以也就没有换 但是这一次做了一个升级 选了他最大的房间 好像是吧 就是说一般就是我们老百姓选的 当然他们可能有VIP 他们选的那种总统套房 可能比我这还大 但一般老百姓来玩选的 就是这叫什么 这是个一时一听 比原先又贵了50块钱一天 上次他就忽悠我 让我升级 我就没有就没升 后来这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想要不要试一试 让他说到心仰了 结果就被坑了 就所谓一时一听 就是跟原先没加50块钱的 是一模一样的 加了50块钱的一时一听 等一下你现在别往这照 我把门关上 好你可以照一下了 这就是一时一听 一时听就加了这么一个门 就原先就多大了 现在还是多大 但原先没有门 就没他没有拉门 你知道吗 你门就是说一关上之后 里面就是一间 我外面就是一个厅 我本来想给你大家 就是说照一下 让你们知道有多坑人 多上当 但是太乱了 我们俩弄得简直太乱了 这就跟车祸现场一样 实在是太 还挺整齐的 乱什么乱 你要觉得整齐 你可以照一下 不是啊 你看一眼 你自己看一眼 这能照吗 是不是跟车祸现场似的 车祸现场比较都整齐 都整齐一下 太乱了 这边也太乱了 这边也弄得太乱了 你还没收拾工 不是 其实我后来我想 我们应该刚刚进门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 对 还没有把这个 这个箱子东西都打开的时候 先先照一下 让我觉得我们俩这一扑 分开了之后 带的东西太多 我我我自己带了枕头 自己带的背 你知道吗 他多神 我这人也是比较举起 有点宅喜 你知道吗 我自己的枕头 我是墙外皮的枕头 我的枕头从中国带过来的 你知道吗 美国 美国可能也有卖的 但我没找着 他们说有啊 说是在那个韩国城那边有 他说我是没找着 我这墙外皮的枕头 从中国带过来的 我就从小等 枕这墙外皮的 他我枕习惯了 好吧 反正呢 这个就是 那个能给他们照一下吗 那 但是你那个什么还没拿开呢 你现在 我没事 我我我 你小心点 啊 我看看能照到里边吗 对 他就是啊 这也别说一点都没大 给你 那个 这个地儿 地儿大了 你让给给拉上了 是吧 对 因为你洗澡的时候敞开一个窗户 我从外边看里边特别亮 我心想这是干嘛呢 啊 我赶紧帮你拉上 你这样你过去 我看我把那窗户拉开 那哎 挂着了 挂着了 我看我能把它拉开拉开 大家看一下啊 在哪 在这呢 啊 在这拉开啊 不是 那个外面看不见里边 其实他这个 还有这个看不见吗 呃 这个意识一听呢 这个里屋是真没 那个地儿没大 但是呢 他这个厕所这儿大了 他等于这个呢 可以两个人一起坐进去 你能你看能照一下 里边又有两个小凳子 哎 你正好可以两个人坐在这儿 但是也挺小的 其实是伸不开腿 然后呢 这外面就是窗户 你就可以呢 哎 泡在这儿不知道 倒两杯酒 然后看 其实也看不 你坐在这里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站着还能还能看见 对 你站着能看什么 你坐里边 那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坐在光上看天了 对不对 而且他这个窗户还反光 是不是 所以就是 哎 对 对 还真的把灯关了 反正会好一点 好吧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我们两个缺心眼的 这个一天多花了50块钱 做了一个升级 然后就这个烂玩意儿 坚持我都我都醉了 不知道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知道 下次再也不来了 上次就被他们里边一个哥们忽悠的 忽悠的 好吧 就这么个情况 好不好 我们就又来了 又又又来了 又天天天的没完没了的一堆事儿特别烦 烦死我了 今天还没解决 而且一点眉目都没有 明天还接着战斗 然后咱们说说 网友说怎么回事儿 这么长时间没有发视频 从昨天晚上 反正就是早上起来开始坐飞机 然后下午才到 然后下午 从下午我们一点到了就开始战斗 一直战斗到晚上七八点 真的是应付各种事儿 你知道吗 大家也都要体谅我们 我们也是怎么说年轻人还在奋斗的道路上 你知道吗 以后 以后有机会把这些事儿 我们在会员里边讲一讲 这些事儿乱七八糟的事儿 后来再说 咱今天说中国这边战狼小粉红在疯传 说川普注射的抗体 结果说是值什么 说这价值在北京可以买一套房 在北京三环可以买一套房 为什么这么说 先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华春莹出来带节奏 华春莹10月4号发推 他说 昨天美国有47000例新冠肺炎的确诊 600例死亡 他说这些病人面对的苦难令人心碎 衷心希望所有美国的患者 都能得到像川普总统一样 一流的治疗待遇 就说他们你看都治不了 都住院的住院死的死 说句实在 一天47000确诊600个死 说句实在比例在这儿了 对不对 你自己可以算 然后他说都会得到像总统一样的 一流待遇这个意思 总统有特权 得到了好的待遇 为什么这么说 说川普被确诊之后 仅住院三天就迅速出院 说整个可以说是一个神速的治疗过程 至于使用了何种的神奇药物 三天就能出院的 中国网络就传言 当然是华山营这么一说完之后 第二天开始 各个战狼小粉红都疯了疯狂了 在中国网络上就传言 说川普这一针打了三环一套房 北京三环的一套房 说川普中的实验性的药物 售价这一针要33万美元 说一针33万美元 说北京三环地区的房价 就是说差不多就在均价在5万每平米 5万就差不多和7200美元每平米 说按照最小户型45平米计算的话 说三环一套房就是32万4000美元 差不多川普这一针就是33万美元 三环能买一套房了 我们在美国我们就震惊了 我说这把什么要 三万美元一针 然后我们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就是活儿把闹 中国造调已经完全不需要任何的 就是没有人能拦着了 川普主要用的三种药 一个就是说再生源制药公司 研制的叫什么 REGN-CoV-2 多克隆混合抗体药物 当然这是缩写 我也没能明白到底是什么缩写 反正就叫多克隆的混合抗体 我们说的就是说他把患者 就是复原的患者血液里抗体 他自己对抗体进行科隆 这样就不再需要大量的康复患者的血液了 因为康复患者他又不是牛又不是麻 也不能天天抽的血 对不对 他反正抽一些 然后检测一些 然后自己去科隆 我之前讲过了 这是一种药 另外一种药是吉利德研制的瑞德西韦 大家比较熟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第3米松的激素 这是一种激素类的药物 第3米松就不说了 第3米松这个药是一个多年的老药了 这个药技术比较成熟 中国也很便宜 这药在中国也不贵 对吧 这药真的是 这药很便宜 在美国一个月的疗程 一般的需要花费 就不到25美元 如果你用了一个月 也就不到25美元 因为有一些病是长期需要使用激素的 也就25美元 川普就用了这么一剂 那到底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一块钱两块钱 也就这意思了 所以肯定不是说的第3米松 我想第3米松的价格 大家都能查得到 你自己上网一查就知道了 这个不说了 你说一剂第3米松33万美元 谁谁谁信 这不是什么的吹牛逼吗 什么事 然后瑞德西伟 瑞德西伟已经获得的FDA的紧急授权 说正式获准投入了新冠肺炎的治疗 所以价格是公开的 瑞德西伟在美国的定价 是390美元的一剂 一个疗程现在是5天 好像是 不是一个疗程是多少天 他这里没有说清楚 反正川普现在是吃了5天了 但是他这瑞德西伟 到底是一个疗程是多少 瑞德西伟现在疗程好像有的是8天 有的9天 10不一样 反正我怎么知道 反正对他还不一样 反正这一剂是390美元 如果你吃一个疗程 给你打一折 就是3100 20美元 这等于算是打折了 这打折了 反正打折了 要是吃10天的话 那不还便宜点 要8天的话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一剂是390美元 一个疗程是3100 20美元 反正3000多美元 吃一个疗程 川普可能也要把一个疗程吃完 吃完这一疗程也就是3000多美元 瑞德西伟 由于他不是说要么把公开了 当时也授权让中国去做了 咱们浙江有个药厂也做了 当时不还给意大利 还卖个意大利一部分 瑞德西伟咱们中国也有在做 咱们中国药厂也在做 到底是不是33万美元一剂 我想中国的药厂也知道 对吧 你要是你不相信美国的价格 你问中国瑞德西伟一剂多少钱 是不是33万美元 对吧 中国实际上 据我所知很多的权贵阶层 其实是能拿得到瑞德西伟 这个药的在中国 你拿 你不能跟我说 你说我怎么拿不到 你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社会 它是非常分阶层的 有很多东西 很多人是能拿得到的 你拿不到是你自己水平不够 好吧 在中国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能拿得到瑞德西伟 你如果拿不到的话 你自己应该反省一下 而不能去怪别人 好吧 所以 而且我给你保证 中国拿到一剂 瑞德西伟肯定用不着33万美元 好吧 你就我不知道 他是骗二傻子 这只有二傻子信 一剂 瑞德西伟 33万美元 还是一剂 第三米松33万美元 这不是骗孩子了吗 然后最后剩下一个 那也估计他是说的说的再生源 再生源制药公司研制的 这个叫什么 REJN Cover2 说多龙混合抗体 说这一剂33万美元 我们看看真实情况 再生源是2020年的6月8号 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份 4.5亿美元的供应合同 专门为美国政府来供应 他的科隆的抗体药物 那么合同规定是这样 一旦药物获得了FDA和EUA的批准之后 就可立即在美国上市 但是政府就是说先给你把合同签了 就是说但是你得等到FDA和EUA批准 他们批准了之后才行 如果不批准 我也买不了 这合同就不生效 合同生效 一定要在FDA批准的机首之上 再生效 那么生效了之后 那么再生源要一共 可以最多可以生产的 好像是160万剂的 这种克隆的混合抗体 包括7万到30万剂的治疗剂量 和42万到130万的预防性的药剂 那么也就是说政府给你签的合同 是一个就是说有跨度的 因为政府现在不知道 疫情往后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这样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合同 不用来讲 就是说最低的话 政府也会跟他买49万剂 给你做一个保证 那么最多政府会买160万剂 就最多到这好 如果是49万剂的话 平均的采购单价是918.38美元一剂 差不多就是1000美元不到 这么一剂 若是达到合同的最高上的 160万剂 那么政府的采购单价是281.25美元 但是这个反正就是一个 大概齐的这么一个价格 反正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价格区间 在差不多300美元到1000美元 之间这么一个价格 那具体还是会有浮动 但是肯定不会 但是它的一剂的重量 肯定不会超过1000美元 最多的就到918美元 反正就给你做一个参考 好吧 那么就算是918美元的话 918美元 最后合6000多人民币 不到7000块钱人民币 大家就不知道6000多人民币 在二环 还不用在三环 你在五环能买套房吗 你在6 你在你到8环 对吧 你到12环 就到天津了 对不对 你在天津能买套房吗 是吧 总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说918美元 能买套房 咱们也是震惊了 然后 而且真实情况是这样 真实情况是 合同到现在没有生效 所以这个药 在美国是不允许出售的 还是暂时 是不能卖 目前的药物处于三期人体实验的阶段 那么根据单身员的信息 一期有30名的患者志愿者参加 二期有245名的志愿者参加 第三期自7月上旬展开 美国境内有2000名的志愿者参与 另外在巴西墨西哥智利 也有数千名的志愿者参与 参与三期实验 就是说因为这个药 还没有得到批准 所以这个药 有可能有严重的副作用 那么你勇敢 你愿意接受的话 那么你就是志愿者 志愿者你要签一个 就是说免责的声明 治好了 兄弟你运气好 治死了你活该 公司 人家你不能够去起诉人家 你是志愿者 志愿者都要 他会有一个 就是说好多 无议就这么厚一打文件 让你签 当然像这种 就是说比较容易找志愿者 因为新冠现在闹得非常的严重 你比较容易找志愿者 美国有一些制药厂做的一些药 他实际上是找不着志愿者的 找不着志愿者的时候怎么办 他又花重金请人来做测试 以前有一个美剧叫破产姐妹 里面就是麦克斯和女的叫什么 他们两个穷疯了 两个人穷疯了 穷疯了就去美国制药公司 制药公司他就有的时候他就花重金 有重金也要根据药 有的药就是副作用低的话 可能几百美元一天 有的药如果副作用有点高的话 可能几千美元一天 他付钱给你 然后你去进了他们的实验场所 然后你不能走 你在那儿 因为他要随时观察你 观察你都有什么副作用 有什么情况 而且万一你要是快步行政 他得抢救你 他也不让你死了 你死了 他也反正就很麻烦 虽然给你签了合同 但是万一你死了的话 他也不好交代 对吧 所以他们就去那签一个合同 然后领了钱 然后住进去 然后人家给他们药 他们就吃了 吃完了之后 有饿吐的吐了的 长疹子的发烧的 你知道吗 因为药在实验阶段 什么都能出得来 有治愿者的时候 就找治愿者 没有治愿者 就只能花钱雇别人 来做实验 目前的情况 也就是说 现在还在第三期实验 第三期实验 还没有做完 截止目前第一期实验当中 出现了少量的 不良反应的患者 需要额外对他们进行治疗 一期之后 对药又进行了一些 就是说upgrade 就是升级 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时候 就好了很多 说现在第三期 在美国 这2000名的志愿者当中 没有出现的异常问题 川普总统 现在就是三期实验当中的 志愿者之一 志愿者之一 所以这个情况就这样 作为志愿者 那么公司也不给你钱 这个药也不收你钱 对不对 我现在在做实验 你愿意当 就是说实验的小白鼠 你愿意来 你签一份志愿的 声明 免责声明 死了 你自己兜着 活了 活了 你也不用感谢我 我也这药 我也不是卖给你的 我就免费给你用 因为你来帮我做实验 对不对 我也不收你钱 但是我也不给你钱 所以川普打着这一针 基本上属于第三期实验志愿者 所以并没有花一分钱 因为还在三期实验当中 这就是目前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没给他钱 也没给他钱 也没给川普钱 因为志愿者 所以也没给川普钱 川普也没有花钱 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这个叫什么时候才能够卖的 才能够现在来讲 都是志愿者 志愿者 你都是就是说你也不花钱 他也不给你钱 大家就做实验 看这药管用不管用 三期临床实验之后 能够证明这药管用了 才可以上市 才可以 就是说去销售 所以要目前来讲 就是说以后 即使要卖的话 最贵也卖到918美元了 如果现在来讲 实际上是也不能卖 也没有收钱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完全谈不上 买套房或什么的 你懂我意思吧 就即使卖也有900多 现在更别说现在还没卖 那么在这里面 有没有一些特权 还有一点 就有人认为 可能有一些特权在哪里 说瑞德西北 现在是治疗新冠肺炎的 获批的药物 说一直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 虽然中国的制药厂 也在治 但是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瑞德西北 他们公司 虽然把药方公开了 知道吗 你可以去仿制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你的技术有问题 你懂吧 就是说药到底怎么 就是说提炼 在哪上什么火候 你掌握不好 你做出来的质量 跟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你在美国 我因为眼睛过敏 我用了一种抗过敏的 一个盐药水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盐药水是有专利的 只有一家公司在做 那么我们当时用的时候 就感觉很好 后来它专利过期了之后 就有其他的公司 在仿制这个药 仿制这个药之后 就是说便宜了 价格 只有我现在买的这个药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价格 我现在用的药 是好像是5毫升一瓶 买两瓶 是差不多22美元左右 它仿制的便宜多 仿制的 它两瓶 每瓶都是10毫升的 等于它的两瓶相当过 也有4瓶的 它在卖8块多钱 然后你如果找家庭医生 医疗保险 如果cover的话 它只cover了仿制药 就是8块多的 20多 它不cover 你要自费的 你懂吧 当然也是我们的医疗保险 可能也不够好导致的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用20多美元的药的时候 我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用8块多的时候 我眼睛有问题 它不输 它不输 是不 那种眼睛很难受 后来我就不再用8块多 我就不用医疗保险了 我就自费去买了20多 20多块钱的 你懂吧 药方是一样的 它的专利过期了 大家都是去仿制它 但是仿制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药跟别人 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还有我老婆吃了有一种药 也是 就是说同样的一种药 那么 当初创造药公司 它因为技术成熟 它的药吃副作用就少 疗效就好 另外的其他的公司就有问题 那么一般的医疗保险 便宜的医疗保险 都是cover仿制药 它不会cover名牌的药 你懂吧 如果这个你再不明白了 就好像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对不对 百事可乐虽然说它跟可口可乐 有区别 但当然有人喜欢百事可乐 有人喜欢可口可乐 就当当 那个不是一边 那个老白和小粉都会制 对 小粉制的就不纯 跟着他老师学的就会来纯吗 对 但是最后也没有老白做的那么好 对吧 也没有 他会做 对 就你做手机不也是吗 对不对 大家都在做手机 但是你苹果和其他的和三星 对吧 它就有 它是有巨大的差距的 所以瑞德西韦也是 就是说咱们国产做的跟人家 还是有差距 就是说技术上 没有人家那么炉火纯青 所以吉列德的瑞德西韦 自他生产之后 一直处于供用短缺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被美国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 控制分配 什么意思 就是说 那个时候川普不签了一个所谓的 战时条款 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呼吸机 就是说我战时需要 战时需要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剩下出来的都得卖给美国政府 当然我不是说抢你的 我跟你买 我美国政府拿钱买你的 但是你遭完之后 你都只能卖给美国政府 因为我现在算是战时状态 我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之后 我就直接征用你的 用你的 但是我给你钱 但我不白要你的 那么当时瑞德西韦就属于 就是说叫控制分配 因为认为当时是一场战争 认为美国就进入战争状态了 等于算是跟病毒打一场的战争 进入了控制分配之后 瑞德西韦出来之后 就必须兜底交给美国政府 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特权 当然这个是依照战时条例法案 是国会通过的 也不是川普 这是二战之后 当时战争需要 罗斯福他那个时期 那么二战时候 这是二战时候 罗斯福定的 对不对 这也不是川普定的 对吧 而且有特权是美国政府的特权 而且瑞德西韦 迈给美国政府之后 他也是拿来给美国人民再使用 对吧 瑞德西韦就是说 美国人民只要是 中毒和中毒患者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这个药 它是包括在美国公司的 美国政府的医保当中的 对吧 现在治新冠在美国是免费的 好 但是 但是现在来讲 已经不再是特权了 就曾经是特权 但是在川普的时候 刚好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川普是到了2号 还是3号的时候 他在确诊的 对吧 刚刚好 因为从10月2号起 美国政府宣布 结束对瑞德西韦的供应 控制权 由吉利德公司 根据市场需求 可以向医院去提供了 等于就可以随便卖了 美国政府不带控制了 所以刚刚好 在川普得病之后 之前的一天 对吧 2号还是3号确诊的 对不对 但之前的一天 特权也结束了 所以川普连特权 实际上也没有享受到 但是特权 说实话 是所有的美国公民 都可以享受的一个特权 对吧 这是美国政府 就是American first 对吧 美国人优先 这是没有办法 现在来讲川普就这样 他就是先照顾美国公民 对吧 只要是美国人 都可以享受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华生云说 华生云说完了之后 川普的特权之后 这一下网络就炸锅了 各个网友们都来说 说华生云真好意思的 说华生云知道不知道 中国都有干部医院 华生云他在外交部 他是什么 也不是一个什么 私的副司长 是什么的 是不是 他也是高级干部 他也能够享受的干部医院 干部医院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贵州花了3.5亿 建了一个400多个床位的 一个干部医院 只有高级干部老干部 才能用这医院 一般人是用不了的 说不光是贵州 说中国是让各个省 每个省都有这种的干部医院 专门给省部级高官的准备的 说不要说是国家的一把手 像习近平王岐山这种 你去 比如说你感冒发烧了 你去医院挂号 你看旁边 王岐山在旁边挂号 给你一块排队挂号了 你扯呢 兄弟 你想什么没事了 对不对 你看着彭丽媛在这 找着急 怎么的 我们的老习病了 我来给挂号来了 你觉得可能吗 对吧 所以你就别说这国家一把手了 就是个个就连第四级 都不要说省部级 第四级的主要官员 都会享受一般民众没有的医疗特权 说官员适用的药品报销的许可权 是不受官方规定基本药物范围的限制的 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则是重点的要照顾 说就连市级医院都有老干部病房 特权阶层的医疗特供 普通人你即使自己花自费 我说我花钱我买 你也得不到 像北京的301医院 不是你一个老百姓拿着钱就想去的 301医院专门有叫高干楼 对不对 楼你级别够吗 你拿个钱你级别够吗 你级别不够你根本就住不进去 懂不懂 不是你有中国还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官本的 还是以权力为核心 市农工商 知道吗 你有钱你级别不够 你还是住不进去 懂不懂 所以 然后每个省都有省部级干部专用的 这种医院或者是这种楼 就有大医院里边有个楼 就是这种省部级干部专用的 老干部楼 知道吗 这些对外都是保密的 你连看都看不见 你入都入不了 你知道都不知道 普通人也都去不了那些地方 说在中国来讲 这些领导干部 基本上占了中国80%的医疗的资源和费用 80%的都是他们 剩下那些 可以说95%的老百姓 来支撑他们这80%的医疗费用 为什么你看病住院这么贵 所以你要帮他们把他们那一部分的cover过来 对吧 这是中国的特色 所以大家就说中国搞成这样的 你画真行不知道吗 你竟然在这种事上去笑话一个美国民选的总统 对不对 川普进去之后吃什么药多少钱 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川普想用特权的话 咱不说别的 CNN能放过他吗 纽约时报能放过他吗 华盛顿邮报能放过吗 对不对 拜登能放过他吗 这正在选举的时候 川普只要这里边有一点特权 拜登啊 这个佩洛西啊 那帮人还不出来咬死他 对不对 你想一想 这是一个民主的透明的国家 你在哪 大姐 你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然后你去笑话别人 你拿点别的笑话 你拿这东西出来说 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真的 就这种东西 这中国的医疗特权 你能拿来跟美国比 我也是真的是罪 我也是真的是罪 好吧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我相信呢 这期做完之后 中国的这些网友呢 我相信很多呢 这个没有出过国的网友呢 就觉得我又在帮美国人那说话 帮川普那说话 但是我相信吧 这个你只要呢 是这个出过国 在美国待过呢 对美国有个基本了解的 你就知道我这一期说的 基本就是事实 不当然我知道很多中国人 你也不了 那这个呢 我也真的是 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真没有办法 这个信息之间呢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信息差的 反正呢 我尽量呢 去跟你呢 说一些呢 美国这边的一个呢 真实情况 你能了解多少呢 就了解多少 了解不了的呢 那就 就先这样 先这样 先呢 先多听 及时收听收看 我相信呢 时间久了 早晚有一天呢 慢慢的呢 也还是了解不了 我也没辙 我也没辙 我们这屋里太乱了 我不说了 我要去收拾屋子了 好吧 不不 其实也不收拾屋子 我要睡觉了 好吧 其实我这还有 还有两个新闻享受 但今天真的太累了 明天再说吧 今天就讲这一期吧 好不好 我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 我有猪要养啊 养猪小能手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